最近呢国防部公布的图 我们先来看到台海周边的图 我们等一下给大家看大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7月5号呢 26架次的解放军战机 清晨就来了 现在呢实施的是一个 长时间的击海战术 那谁来了呢 殲-16运-8还有无人机 其他的没有公布 总共呢主辅战机26架次 那这个消息里面说 24小时不断电的方式 好导播给我看大张的图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从台湾的北部到台湾的南部 距离最近俄兰比51海里处 都有解放军机 那么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战术 当然我们知道解放军是在练兵 那另一方面是不是也在消耗台军 都有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尤其是那个西南空域的 它距离俄兰比虽然是100海里 但是距离在左营军港是蛮近的 它拉了俄兰比 俄兰比又没有什么重要的军事设施 但是左营军港就不一样了 它是海军最大的海上基地 就在那个地方 如果拉到那个左营 就刚好就要离那个凸的地方最近 你说这边吗 离那个凸的地方最近了 这样子就再近了 大概三分之一了 大概的话50海里 大概50海里就一半而已 可以看得出来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来 这些它的供基的话以前的时候是大兵力越出海 但是小兵力越中线 现在是大兵力出海就大兵力越中线了 这个有点不一样 以前是虽然出海的多 但是越中线的少 现在是出海的多呢 越中线的多 变成这个样了 现在是这个样的架次很多 22架次的越中线 那个出海 就有20架次越中线 就是80%多的越中线 换句话他已经习惯了 灌藏在台湾的这个北部向线 中部向线 南部向线 整个围起来 那如果搭配无人机的话 会有东部向线 花东向线就过去 就四个向线就变成整个是围台了 那在这一方面我认为 台湾在这一方面的话 短板没有办法 那台湾新房要不要提振 我认为应该要提振新房 都没有去做 那都没有去做 中共在这一方面 就把台湾的整个空权 就慢慢拿去 就被人大家习以为常 那大家习以为常的时候 没有新房 那这样子国防就白搞了 那现在就有点这个状况 好像就有点摊牌了 就是说 那就这样子了 好像也没辙 那只能说 那讲白一点就被躺平了 我就躺平了嘛 那躺平没什么座位了嘛 你这样的话怎么样 那国防在什么地方 没有空防就没有国防 是 你的战机 你看包括 包含了这个运八的反潜侦察机 也包括了殲-16的战机过来 你都过来 而且非常频繁 对非常频繁 架势那么多 每一天都有 不是说今天那个 九九一次这样 你现在没有了 一天打鱼三天晒网 不是 天天打鱼啊 它都不晒网的 为什么它轮载 这个不是特点的部队 就轮流 今天新年机场 明天的武夷山机场 后天的话连城机场 它轮流轮流 所以是解放军非常频繁 不同的联队不同部队 他们在大练兵 对 大家都来练习 大家都来练习 对就是熟了 不是说选手制 对 所以大家 不是这个明星啊 我们几个明星在那边 就到台湾过来 不是全部过来 大家全部轮流来 那这样的话就不一样了 你如果是明星的话就几位 就好像我们来到的 马拉杜纳汉尾T9 就他明星 没有 全部都来 那全部都要来练兵 那就变成环台大练兵 大家都习惯 那问题是台湾的 在这方面没有办法应对 那台湾的短板 台湾当然了 这些海军的弟兄 空业弟兄都很忙 也很累 因为都是要 夜雨继日 但是问题是 中共是 它的频次比较多 冲马多 然后轮战的基地多 那机型也多 那会怎么样 还有一点 现在时间拉长了 24小时不间断 都有战机 我认为台湾去应对 是其次 最重要重要的事情 没有做的是新房 你知道做新房就好了 台湾有没有心理动员 思想动员 还有这个心理武装 我认为没有做 台湾最重要的事情 没有做 反而是做到那些 比较自为末节的 所以台湾的败笔 就是说没有提升新房 那没有提升新房 那些都假的 新房完毕之后 再做国防 那国防以空防为优先 你都有一些次地 要紧然要有一些次地 那没有新房 没有新房的话 就跟我们讲到的 你就新房卸甲 就跟狼来了 木马土城了 习以为常了 那你这样子 你买再多的武器 招再多的兵勇 那都是没有用 因为你没有新房 还有第二个 新房完毕之后 再来就是 军人的士气 那军人士气 现在也没有提升军人士气 待遇有没有高 没有高 所以招募 招生 也有相当的困难度 那你这样子部队人不够 部队人不够 会造成一个现象 就是说大家 附和很重 就挖中央补气墙 我们人就那么多 你不要休假 因为休假就没有人执勤 那你不要休 你不休他不休 那大家压力会非常大 那你怎么办 就没办法照顾家里 没办法照顾家里 有人就说 那我挂罐球区 对 本来小孩没人管 你如果夫妻都是军人 那小孩丢了家里给谁 对 因为你都要执勤 你在海军执勤 他在空军执勤 那小孩丢给谁 就会有一个人要退 都扣一环的 尤其是在离岛的部分 前一阵子才发生了 这个南竿机场 怎么状况呢 南竿机场也躺平了吗 我们先看 这是大陆的无人机 而且各位 这一次来的是军用无人机 他虽然是在 马祖南竿机场的上空盘旋 但你知道他盘了多久吗 整整20分钟 然后因为呢 这架军用无人机 还导致了 南竿机场等于是瘫痪 国内航线利游航空 两个航班都延误起降 张延廷将军 您曾经说过 这是个大破口 这件事情很严重 出大事 就在你的机场上面 就在南竿机场上面 南竿机场 我们马祖有四个大岛 当然你还要讲高登 亮岛 还有蛇岛 那另外再说 但是四个大岛就是 南竿 北竿 东局跟西局 四个 四个大岛里面以南竿最大 那南竿跟北竿有机场 又以南竿的机场的 跑道最长 你要来到两分 他到栏杆 就是最大的 那最大的问题是 他待的不是两分钟 待二十分钟 竟然没有办法应变 你就看他 那你光布做什么 你孤立雄到底做什么 没有任何做 而且也没有公布 是哪一架机型 对 就没有 所以你也不知道 他是查打一体的 来侦查的 对不对 他自己可能弄不清楚 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孤立雄他做了什么 他什么都没有做 就什么都没有做 就是没有任何作为 那就是我们讲到的 国阵瘫痪 政府躺平 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呢 而且不是 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多少 空军来看的话 都是以秒来计 你有分钟都不得了 而且是二十分钟 空军你看 因为他每一秒钟 变动的位置很快 那二十分钟 我们就假装 他是这个征搜的侦查机好了 那等于是南竿 整个被摸个变啦 看光光啦 南竿机场的班机不多 因为他是个离岛 离岛人口有限 吞吐量是不高的 你两架就 延误起降是很严重的 你一天大概就是 三班五班班机而已 没有了 因为人就那么多 吞吐量就那么大 他飞机飞的就是固定这个 你飞得从这个 从栏杆飞到台湾 台湾之后 这边装完之后 就从台湾飞到栏杆 就这样一天大概 六架 就没有了三趟 因为人就那么多 你不可能派多 派多的话 被人空击 你民航 他是将本求利的 你这个空情的人 空服人员 也包括油钱 都要算进去的 所以他都要算好 他的吞吐量是多少 所以他延误两班是很大的 为什么 20分钟 所以为什么 有没有座位 没有座位 你干扰枪还是看 怎么办法把它弄下来 或者驱离 就没有 那现在我跟你讲 这是个破口 将来的时候 会接二连三 那怎么办呢 而且以前我们看到的 都还是民用的 那种网红 飞过来的这种 民用的小无人机 空拍机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各位 是认真是军用的 所以呢 其实世界上 大家也都在看 这个解放军的无人机 到底有多厉害 首先我们先来看 最近就有很多的消息 我们先来看 美国收到了情报 说呢 有这个要发到 利比亚的中国 大陆的翼龙无人机 然后呢 在这个意大利海关这边 被意大利海关给扣下来 但他送的是零件 不是这样一整架 但是呢 也让大家看到了 利比亚为什么要买翼龙呢 当然呢 买的人据说他是从加拿大下单的 买的人呢 因为违反了一些相关的制裁规定 已经受到了制裁 那么再来呢 翼龙二 其实啊 他有远程打击能力 那是乘飞研制的无人机 他可以在空中 他可以侦查 他可以精确打击 而且呢 他还有应急的通讯平台 那翼龙二其实非常大一架 他最大飞行高度呢 是9000公尺 最大的飞行速度 每小时可以飞370公里 让航时20个小时 他可以吸弹480公斤啊 然后翼龙二 也会出现在台海周边的上空吗 翼龙二来过 来过 对 来过台湾 那这样翼龙 因为中国大陆在无人机上面 是技术上相当成熟 它有三大优势 对 第一个 它价格便宜 这个翼龙 为什么要买它的 价格便宜啊 价格便宜的话 你当然就是买我们知道的物美价廉 对CP值最高的无人机 大家在买 第二个 现在在市场上市占率 慢慢中国大陆 尤其是无人机 中国大陆 你看看大疆无人机 曾经最高的时候 将近90% 现在市占率还有70%几 你看无人机的市占率 是不是中国大陆高 你市占率高 你的报酬规模就大 因为你产量多 价格就便宜 竞争力就强 而且零件的替换就方便了 这是对 第三个它性能好 它有六个派笼架 就是说 左翼有三个 六翼有三个 每一个派笼架 会挂80公斤的炸弹 有我们照片里面 网密密码 80公斤的炸弹 你看它80公斤 就像你8684吧 它可以再480公斤的炸弹 这样子 然后问题是 它没有战损 你被打掉打掉 没有人 对 所以没有人 它是个装备 那我消耗掉就可以了 再补充就可以了 对 所以我没有人的伤亡 不会有人伤亡 出去出去打掉 我装备嘛 我买个10架20架 那继续补充嘛 就跟有点自杀问题一样 但它搭乘任务怎么办 因为它流空时间很久 对 流空时间很久 它最重要的 其实它最重要的 翼龙二是侦查用 它流空的时间久了 就自空 就停滞在那 它自空时久 把这所有的这些 这些电子参数 雷达参数 还有这个HF的 这些通信的 通通接收 接收这就算了 因为这是语音 或者是无线电 问题是说 它的侦查 EO电子光学感测器 你这边的军事部署 那个阵地在哪里 豪沟在哪里 指挥中心在什么地方 通通帮你 它这个都看得清楚 看得清楚 它飞这么高 9000公尺 这么清楚 高科技 你看它那个 棘手的下面 就是 这里 就是EO 对 它挂的真材像 对 你看它突出来了 为什么突出来 因为突出来的话 没有那个 机身的遮蔽 看得广 就出来 这样子看得多 如果是跟机身 流线型很棒 因为空气的动力是最佳 但是问题是 它会遮住 对 你这样都会看到 因为这边 向左看 左边遮住 它突出来了 你向右看 向左看 这看得很清楚 它这个你看 它电子光学感测器 就在它的机首 那个下方 很清楚的 上面这个 不是说只是电子光学 这个晚上可以飞 晚上就变成热感 IR 红外线 晚上你也知道 每一个人 所以它日夜都可以飞 24小时都可以 它除了这个之外 它上面有三个 除了EU 电子光学感测器之外 还有IR感测器 另外不要忘了 还有个雷射测具 你既然这两个都装了 那装个雷射测具 就是那个距离多远 雷射测具就知道 你那个距离多远 它这三个信号都可以收回来 收回来直接传递 所以它最重要的 倒不是挂那六个派人家 去炸人家 而是因为它流空 它的飞行高度高 可以飞到9千公尺 然后广域侦查之后 它可以把这些及时的情报 通通传送到我们叫情报 所以它看到就传回去 不是说落地之后才收 不用了 你现在它就可以传送了 是这样 因为现在太进步了 这个东西就问题是便宜 功能多 美国现在非常的忌讳 中国的无人机 不过说到了攻击性的 那经过了二乌战争之后 大家突然发现了 原来在战场上能够获胜的 以前都什么飞弹 炮啊枪啊 no 现在都是无人机先上 尤其是攻击无人机 那今天有一个消息 请教张将军 这彭博社的消息 他说呢 中国直接点名 中国大陆为俄罗斯开发 致命攻击无人机 还说呢 这个名字叫做向日葵200 神风攻击无人机 他说这个外观啊 长得有点像是 伊朗的见证者136 首先我们先看 这是美国的驻北约大使朱利安 他说我们相信啦 中国就是不再是中立的国家啦 警告呢 中国大陆就是支持俄罗斯啊 在这一场行动当中 但是呢 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 刘鹏宇立刻跳出来否认之外呢 也呼吁你们这些西方国家 停止煽动对抗 不过说真的 他们说会像这个见证者136号 也让我想到了 之前伊朗这个见证者136号呢 也是跟刚刚张将军讲的 CP值很高 他一架呢 两万美金 他的航程 也是可以飞一千公里 然后他是采用这种 三角翼的结构 他可以直接攻击地面目标 他就是非常标准的 自杀型无人机 他也是可以携带40公斤的炸药 只是说他的缺点 他飞比较慢 他大概时速是185公里 像刚才我们看 翼龙二飞行 他时速可以达到370公里 因为见证者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向日葵200 你要第一个 他这个是 有些东西这个无人机 到底军用还是民用 你论不清楚 所以军用 所以民转军 军转民是很容易的 有一些是军用商规 对不对 对 有的时候商规军用 对啊 他商规你怎么用呢 我今天送货的 今天我们不是送货 无人机会送货吗 我看还挂着这个餐点 就是有点外卖 他送到12楼再过去 那下面是外卖再吃的 那下面可不可以再个炸弹 你再吃的都可以 再个炸弹可不可以 所以你说他到底是 你到底是商规还是军规 你商规可以转军规 那今天我也不要卖给你无人机 我卖零件 你也知道现在 因为现在很多东西是模组化 这个是机翼 这个是机身 这个是马达 那这是电磁 电瓶 那这是一个导航系统 对 那这样子 那到他们其他组合了 我各买五万份 我现在都是 都是我们有模组化 都是模组 都倒起来了 结果你今天到那个 你到那个 我们知道那个超市 你去买一个家具 你回去自己看那个图 你就会煮了 因为他已经帮你弄好了 长短帮你弄好了 螺丝帮你弄好了 你叫相近去都好了 这个无人机也是这样 那你到底是说 他是商规还是军规 你很难去判断 对 那现在问题是 他便宜 他一价两万块美金 三万块美金 你要不要拿你的爱国者 飞带去打他 你打他的时候 就感觉到 你花一百万去打一万 对 你打得越多 你亏越多 那他如果派一百个 你一百个 爱国者飞带就不见了 对 那你只能看他过来吧 你打得他太便宜了 你要不要去拿你的英式飞带 或者是爱国者飞带 去把他击毁 我就想请教张将军 那像这种见证者 我们说自杀无人机 那他的天敌是什么 你要拿什么去打他 他天敌 他天敌你就认了 你就到最后面的 禁迫防御系统 就到禁的时候 我这个火炮 拿自己枪火炮 对火炮我禁迫 打掉 要这个样 但是问题是 你不是每个地方 都有禁迫防御系统 对 为什么禁迫防御系统 禁迫防御系统 你重要的要塞才放 你不能说我统统都放 你统统都放 你有那么多吗 就是没那么多 你就几个重点放 防不了 对 那重点放 那他在你的重点放 他才飞过去了 因为这个 全世界的禁迫防御系统 最远最远最远 只能打4公里 因为炮出 他就是最远最远 没有超过4公里 很近也4公里 他时速 再慢也是185公里 除非那时候你那个 你上面搭配的是飞弹 我跟你讲 你搭配的麻雀飞弹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标箱 那个我们讲到的 这种 这种短程的地推工飞弹 都比无人机贵 对 因为我讲过了 他已经 他简单 而且他是模组化 他很简单 所以你要不要去 用麻雀飞弹去打他 对 你用麻雀飞弹去打他贵 第二个你要不要用 刺针飞弹去打他 刺针飞弹最多最多 也只能打8公里 你怎么去打他 那他超过8公里 你也只能看他过去了 因为你打过去的8公里就掉到那边 所以你 而且你又那么贵 你到底要不要拿上市对下市 拿那么贵的东西装备 打他那么便宜的 所以你看他的优势在哪里 我就是便宜 我就是量产 然后就可以数量多 然后又无人 对 没错 那从国际局势来看 我会发现 现在美国在找战队 像黄泰平洋军也正在进行当中 他把他的好朋友29国都拉过去了 但是中国大陆也没闲着 中国大陆现在包含了 在上海上河组织 正在哈萨克开会 我们也看到了 但这时候西方媒体就有很多的 你知道吗 还是拼命的在抹黑中国 所以刘鹏宇才会出来否认 叫西方国家立即停止煽动对抗 好 接下来上河组织进行到哪里了呢 好 进入到了第三天的时间了 那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在今天他去访问了塔吉克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 昨天啊我们说上河组织 因为中国因让世界看见了哈萨克 今天世界真的又再次看见了塔吉克 这些中亚的国家哦 简单来说他们就是内陆国 内陆国需要什么 需要靠朋友 需要靠邻居一起的帮忙 才能让他们货出去 钱才能进来嘛 首先呢 昨天哈萨克看到了很漂亮哦 达卡哈萨克去观光去旅游 那塔吉克呢 今天做资料的时候我就特别找到了 你知道塔吉克哦 我给他四个字叫做高高在上 为什么呢 他被称之为高山之国 如果呢你从地理位置来看 他到底在哪里呢 来各位 中国在这边 那旁边呢塔吉克在这里 他北边吉尔吉斯 旁边乌兹别克 往南阿富汗 好然后再往南一点跟他没有临界点 但非常的近巴基斯坦 然后他呢山非常的多 占他的国土面积 百分之九十三 你知道吗 塔吉克有一半以上的国土哦 都是海拔三千米 所以呢叫做登高望远 那曾中国呢这个好邻居建交三十二年 但是你会发现 以前怎么好像没有听到太多哦 双边的贸易呢 各位接下来会有非常多 因为透过一带路把塔吉克跟中国串起来了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国事访问造访了塔吉克 塔吉克用非常高的规格来迎接 那习近平主席其实也去过蛮多词 而且蛮规律 2014年2019年2024都来造访了 他今天说了什么话呢 他说啊中塔两国呢 是肝胆相照的好兄弟 同时也提出呼吁说各国啊应该要有 十变之志求变之勇 来建立美好家园 我们先来听一听习主席原话 应对好这一大变局 关键要有十变之志 应变之方求变之勇 我们要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 始终秉持上海精神 坚定不移走契合本国国情 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发展道路 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上海合作组织家园 让各国人民安居乐业幸福 这个高三之国很特别 其实以前他们就是农业 而且他们农耕地其实非常的少 但是现在有了中国不一样了 以前塔吉克其实跟俄罗斯比较多贸易 因为像他的蔬菜水果嘛 要嘛就是卖给哈萨克附近的国家 要不然就是卖给俄罗斯 但现在我们看中国跟塔吉克2023年 双边贸易额39.26亿元 虽然说真的不多 但是一直在增加 同比增长了53.5% 您怎么看呢 这次上河组织让世界看到了中亚 那因为这个我们知道中亚是内陆国家 不靠海 对啊 因为靠路易 出不去 对因为出不去 那出不去 这个塔吉克的周边 包含乌兹别克 包含基尔吉斯 还南边的阿富汗 都是穷哈哈 而且都是山上 都是穷哈哈 而且它就是高山国家 你刚刚讲的这是它是在高山之国 而且它国土面积蛮大的 14万平方公里 但是不要忘了人口只有1000万 对啊 那1000万非常平级 你知道高山之国交通非常不便利 又是没有任何的港口 那就要靠路易 那路易的话周边的大国是哪里 它当然是以前的 我们叫做的俄罗斯的加盟共和国 那个以前叫苏联 苏联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 那现在的话 它变成它的东边的大国 就是中国大陆 所以它将来要依赖中国大陆的市场 当然现在 它很多的中国大陆的家电产品 还有这种 我们讲到电器产品 还有通讯 通讯产品 电动车来自于中国大陆 因为直接 直接就是对口 因为邻国嘛 不要什么路易海运 直接就路易过去了 是这样 所以将来的 我们讲到的塔吉克 将来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依赖会更高 越来越高 因为中国大陆经济起来了 塔吉克正要经济起飞 正要经济起飞 它的地形复杂都是高山险阻 这个高山重骨 然后都要靠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建设 就是极建 它的打山洞 它的地盾 浅盾 中极乌铁路 因为中极乌铁路 是到吉尔吉斯跟乌斯别克 并没有通过打吉克 那将来的中极乌铁路完毕之后 中塔铁路 对 因为中极乌先改 对 在中塔 所以我讲过 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交通到哪里 铁路到哪里 经济繁荣 经济发展都到哪里 所以你不要看中极乌结束 那就中塔 那中塔 你看看 它南边的阿富汗穷哈哈 那只能靠到中国大陆 所以跟中国大陆 只会越来越密切 它有上河组织 那上河组织的话 上河组织当然是区域安全维组 但是不要忘了 它的经济机制也在里面 对啊 而且江振远你看 曾经的阿富汗 美军进驻了 美军也是去了这十几年 但是阿富汗呢 还是这么穷 完全没建设 反倒是中国 你看中国跟周边的国家 的关系就不一样了 我没有要来占有你 我来跟你做生意 你缺什么 我来帮助你 美国在阿富汗那边 去的时候因为是打仗 那打仗的话怎么发展经济 对不对 在科布尔一直守着科布尔 然后问题是阿富汗的 我们知道阿富汗的地形 也是跟塔吉克很像 也是高山距离 所以你看看 阿富汗为什么俄罗斯打不下 美国也打不下 因为到时候聚前而守啊 住在山里面 你怎么样去打他 他躲在里面啊 坚守不出啊 又有地道 你进去的话是非常危险的 那既然撤出之后 阿富汗要什么 要发展经济 那塔吉克也是发展的是经济 那经济的话就我们要投资 要钱 那首先第一个先盖公路 那这两个国家 阿富汗也好 塔吉克也好 当然北边还有吉尔吉斯了 都是跟中国大陆接了 然后中国大陆的交通 就一直在那边 八横八重嘛 又盖那么多 十万四万四千公里的高铁嘛 那这个讲一般铁路就可以了 为什么一般铁路 因为他从山距离 而且他不要高铁 对 他不要高铁 他只要一般铁路就可以了 然后加上公路运输 然后这样子的话 他经济可以发展 现在塔吉克最重要就是 水泥跟矿产出去 没错 他就是卖矿嘛 跟卖水泥嘛 这一袋水泥呢 就改变了塔吉克的命运 刚讲到了 刚张昌君讲到重点了 为什么一袋水泥 改变了塔吉克的命运呢 我们刚刚讲到塔吉克有什么 塔吉克整个都是山啊 有山有岩石 做水泥最绝佳 但是你知道吗 很久以前哦 在中国还没有来投资之前 塔吉克的水泥 他居然还要靠进口 因为他根本没有水泥厂 但是中国来了不一样了 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塔吉克的学者 麦特金诺娃 他就特别提到了 将近300家中国企业 在塔吉克开展业务 那得益于中国大陆公司 在塔吉克建造的水泥厂 这个真的是改变了塔吉克的命运 让他们从水泥进口国 变成出口国 现在他们的水泥产量 一年是400万吨 那特别我还查了一下资料 到底哪一些公司去投资呢 这都是第一标杆的 塔吉克还曾经 曝光过这个资料 优秀的中国大陆出口的企业 华兴亚湾公司 还有华兴索格特公司 都是在做水泥的 帮助了塔吉克 帮助他们呢 把水泥可以卖到 周边的国家变钱 卖给谁呢 他们主要的买家有阿富汗 还有乌兹别克 所以将军有了水泥 这个基建的成本就低啦 我自己照啊 中国大陆对塔吉克是贸易顺差 贸易顺差我赚了钱 刚好投资你这边 所以你看中国大陆企业就进去了 因为我赚你的钱啊 我钱我刚好就投资到你这个地方去 盖你这个水泥 叫做炼水泥 水泥要去掏炼出来 因为山多就我们知道 那个地方就可以刚才制造水泥嘛 要挖水泥就跟在花莲和平一样 以前的时候高雄的半屏山 你看现在半屏就是因为挖水泥 加新水泥在那个地方挖嘛 那现在塔吉克有这个优势 就把它这个 中国大陆的设备进来了 中国大陆的资金进来了 中国大陆的企业进来了 那这样的话 大家就变成互惠了 塔吉克 塔吉克除了水泥之后还有矿产 那刚好这样子 让塔吉克的整个的经济能够带起来 因为塔吉克的人口是1034万人 但是他也是地广人稀 他只有他有14万平方公里 是很大的 那人不多 感觉是这个山头跟那个山头 那这样的话 他这个通讯设备 因为你山跟山在通讯设备 通讯设备中国大陆这方面是他强项 交通设备是他强项 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基建 甚至包含水库 塔吉克不缺水 为什么 高山是不是下雪 下雪是不是水就来了 就是这样子 因为高山 高山把所有的水气都拟结了 你看 你到美国夏威夷 美国夏威夷没有水库 为什么没有水库 美国夏威夷人口100多万 还有美军消耗的水那么大 他说我就是有山 山天天下午的时候都在下雨 那就下午 每一天都在下雨 类似热带雨淋 那这样的话水就源源不断 因为水气一到海上一过来 一到山 山就要烤 温度的降低 温度下雨就无晕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天然资源 可是有没有办法把它变现呢 这个就靠中国大陆了 那这是塔吉克其实也很够意思 在刚刚的欢迎影片当中 大家有没有看到 捧着这个大树玫瑰花 有三个小朋友 他们是塔吉克当地的小朋友 但你可别看他们 年纪还轻 他们的中文讲得可溜的呢 你知道吗 在塔吉克最近很疯 大家都在学中文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抵达了塔吉克之后 在欢迎仪式当中 他们就特别安排了三位 中文非常溜的小朋友 中气十足的欢迎习近平的到来 纯净的主席先生 热情好客在塔吉克斯坦 热烈欢迎迎来到晚 谢谢你们 你知道吗 这种语言就是这样 你有没有看到习近平的表情 看到小朋友 然后又讲着熟悉的语言 那个关系就近了 而且不止 来 我特别抓了这个照片 谢谢我们的小编 这都是塔吉克的小朋友 你看他们穿上什么 很像这个李小龙的衣服 他们就是在学武术 在塔吉克就有这个塔明大孔院 他们从2008年8月成立以来 他们就开始 有一些中华文化的传承 然后同时也培养了 中文学习者将近3.9万人 各位在塔吉克这个地方 他们人口这么少 3.9万人来学中文 这个不容易 那很大了 很多 你看他们长相 有点像唯吾尔族 对 是的 因为跟中国也是山水相连 因为他新疆嘛 然后他的眼睛 你看出来眼睛很深 很深 我们知道西方讲究的是霸道文化 你看那个18世纪 海权国家到处去殖民 但是东方尤其是中国 这些孔子的儒家思想 是讲究的是王道文化 仁者无敌 仁他讲仁爱的仁者无敌 是这样子 进者越远者来 是这个样子的 幻加是个包容的 不是一种侵略的 那这样文化就过去了 而且最主要大家这个陆立相连 那文化直接就传递过去 以前的时候 张谦初始西域就到那边去了 是 没错 所以他有那些文化的 有那些文化的根源 有历史的根源 然后这样的互动就快 你看那个 刚才那三个小朋友 有一个人讲话说 他的中文很溜 就是说你感觉到 洋人当时讲中文 讲得很溜的时候 你就会很高兴 感觉到他对你的认同感 因为他应该会讲一些英文 或讲一些他的母语 结果没想到他讲的是中文 而且讲得很溜 很自然 你就会被他所打动 而且小孩子是天真无邪 那他有这种 很自然流露的这种情感的 这种互动 你会马上就会感动 所以看他为什么 那个习大大叫笑嘻嘻的 你刚才小孩子这样一讲的时候 大人可能会有一些心眼心机 小孩子不会 因为小孩子单纯 他这样一讲的时候 你感觉到 你只会用四个字 天真无邪 你是不是就打动人心 是这样 然后又看到漂亮漂亮的玫瑰花 一大数 一大数红玫瑰 一看 整个我们讲的 新花怒放 非常热情的红玫瑰 而且呢 其实红玫瑰 我觉得他走的是 俄罗斯那一套 那个方向的 因为像俄罗斯的欢迎仪式 你常常也会看到 一大数的 都是鲜红的玫瑰花 那其实呢 有很多塔吉克人 他们为什么要学中文呢 各位他们学中文 不是就是学一个第二语言而已 他们是可以来翻转他们的生命的 有很多人呢 他们就是想到北京去读书 因为呢 在塔吉克刚讲到家里都是山嘛 没太多工作机会 所以呢 他们学了语言之后 他们可以跟中国有很多贸易往来 像昨天我们不是也讲到了吗 中国的新能源电动车 要卖到塔吉克 那你想要跟中国人做生意 当然第一步 语言要先通啊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 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未经论拜训 dieser constantly 也会发生的 突然感觉 未经论 收似 故意 吓